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前些日子,台湾科技业迎来震撼性的大场面 辉达执行长华仁勋、超维执行长苏兹峰、英特尔执行长季星格 与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后齐聚一堂 凸显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这个产业,台湾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南韩 双方激烈竞争长达20年之久 随着半导体产业迈入AI赛道 南韩媒体近期却大敢游行 该国正成为AI大战中的孤岛 本期影片就来聊聊亚洲两大半导体强权之争 台湾双方各有哪些优劣之处 台湾与南韩都是高人口密度的经济体 双方的制造业结构相当类似 都聚焦于电子与精密仪器 且都是出口导向 这也让台湾在当前最具前景的战场 半导体领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估算 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市场规模 将从2023年的5000亿美元 上升到2030年的1兆美元 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包含了上游的晶片设计 中游的设备材料与制造 与下游的封测 这整套流程分别掌握在 美国、欧盟、中国以及台日韩手中 细看行业细节 美国在设计端占据领先的地位 在手机与汽车的逻辑晶片领域 美国设计占整体产值高达6成5的比重 而南韩则在记忆体晶片设计占有优势 设备领域则是美国、日本与欧盟的天下 而在材料方面 台湾的产值占比高居世界第一 之后才是南韩与中国 至于制造方面 台韩掌控先进制程 中国则主攻成熟制程 最后是封测产业 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与台湾 整体看来 在整条半导体产业链中 美国创造出最多的价值 欧盟、中国与台、日韩则在伯仲之间 整体产业的分布之上 存在西方设计、亚洲制造的格局 不过近年局势开始出现变化 美国主打晶片制造回流 台海与朝鲜半岛 也都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不少调研机构都认为 在2030年前 在先进制程与记忆体晶片设计领域 台湾南韩都能保持优势 这两地作用成熟的半导体供应链 且与欧美相比 台韩的制造成本较低 除此之外 两地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强力支持 也给予了持续竞争的动力 除了过往一系列扶植政策 台湾政府正施行精创台湾法案 自2024年开始 再投入新台币3000亿元 布局以下四大面向 包含深层式AI与镜片技术 IC人才培育 芯片设计能力与吸引国际资金 南韩则在2021年 公布K半导体战略 打造大型科技园区 并透过减税的方式 鼓励晶片大厂投资升级 虽然两地政府动作频频 但在翻阅多份研究报告后 我们发现 台韩半导体产业 各自还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先说台湾 这里有人力供应不足的老问题 大学毕业生总数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 未来即使电机与资讯科技的毕业生 全都投入半导体产业工作 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 台湾还是会遭遇人才慌 除了缺人 台湾长期存在缺地缺水缺电 与天灾等问题 今年的花莲强震 就让台积电损失30亿元 加上前面提到的地缘战略风险 如今的产业发展 已涉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不只是单纯的产业问题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去年也点出一个问题 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 也曾拥有强大的晶片制造实力 之后才转型升级到高获利 轻资本的晶片设计领域 而台湾也将面临类似的课题 随着世界局势转变 台湾的制造优势将不如当前 全球半导体制造重心 将可能转到印度与东南亚 届时台湾是否成功转型 就至关重要 镜头转到南韩 官方智库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 2024年最新报告显示 过去五年间 南韩半导体产业 对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下滑 该国引以为傲的 记忆体晶片领域 在全球出口的市占率不如过往 反观中国 虽然晶片设计能力不如南韩 但凭借快速进步的制造能力 记忆体晶片在2019年 市占率超越南韩后 便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报告指出 中国握有更优惠的制造环境 加上来自政府的大力扶植 都对南韩企业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 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 间急压迫到盟友南韩 半导体出口中国的空间 而美日近年强化本地晶片的制造业 也吸引了不少南韩人才外流 除了国际竞争 韩媒近期还把焦点放在AI赛道 担心南韩半导体企业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以挥达设计的图形处理器GPU为例 负责制造的是台湾的台积电 设备与材料则来自日本 这点出AI时代的两大趋势 第一国际结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果南韩无法打入美国设计 日本材料与台湾制造的分工链 便可能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产品制造将从同胞转向更细致的分工 我们过去聊过 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 过去手握设计生产到封装的一条龙技术 这也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优势 但细看这三大领域 三星都不算是业界顶尖 随着AI半导体对客制化的要求不断上升 开发优质通用产品的三星时代 恐怕已经结束 简单来说 台韩早年凭借较低的人力成本 高教育水准的劳力 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 成为半导体领域的两大巨头 但产业如今走到转捩点 美中科技战之下的国际进局 台韩社会本身的变化 都会对两地产业构成挑战 目前台韩半导体产业 同时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主要的竞争项目 是晶圆代工的先进制程 但同时仍有许多台厂 也都还是三星的供应商 至于双方当前最大的差异 南韩的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 给出完整的分析 报告显示 南韩记忆体晶片竞争力较强 但台湾也正加大追赶的脚步 而在制造设备方面 台韩都面临来自多方的严峻挑战 当前双方最大的差异 出现在系统半导体领域 由于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这本就是全球分工程度最高的产业 而台湾在这个领域的实力 近年大幅提升 南韩却没有显著的进展 不过晶片毕竟是南韩的顶梁柱 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未来仍将保有强大的竞争力 美国SIA便预估在不久后的2032年 南韩有望凭借的大幅扩厂 让晶片的产能 冲高到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 看完台韩的比较 最后要来聊聊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趋势 知名采管顾问公司KPMG 2024年对全球半导体企业高层进行调查 发现有高达八成的受访者 认为在未来一年内 企业营收将出现成长 推动产业成长的主要动力 便是汽车与AI应用晶片 但与此同时 也有半数高层坦言 人才短缺 是半导体产业的最大挑战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则认为 晶片产业的发展重点 将取决于地缘政治的走向 各国相继推出晶片法案 企业也被要求要建立中国嘉义 或是台湾嘉义的计划 这将导致产业链区域转移 像台积电与三星都在美国布局设厂 欧美也将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 其中马来西亚与越南都是重点地区 预计在全球封测市场的市占率 将显著拉高 总结来说 台湾与南韩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合作与竞争 是全球产业变迁的缩影 由于双方均以此维护国神山 半导体产业的走向 都将牵动这两大经济体未来的发展 至于未来将有怎样的变化 欢迎业内人士留言分享专业的见解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